接下来一起来看翻报的重点新闻 翻报时间 联合国最新经济预测上调中国经济成长率为5.3%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报告 该报告将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4.8%上调至5.3% 预计全球经济将增长2.3% 联合国经社部全球经济监测处表示 中国第一季零售非常强劲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零售从第一季直到现在依然强劲 此外服务行业也表现非常好 与此同时房屋销售也出现了反弹 特别是新房销售 增进妇女灵活就业广东拟推妈妈港模式 为提升灵活就业广东省人社厅日前发布 关于推行妈妈港就业模式 拓展妇女就业空间 对12周岁以下儿童 富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 透过灵活的工作时间与管理模式 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 如果妈妈港实行劳动合约形式用工 应在劳动合约中协商明确弹性工作 不强行安排加班 工作时间应照料儿童需要可请假等 采劳务用工形式应签订劳务协议 合理确定权利义务 欧洲热门旅游景点心急了 中国游客为何还未回来 尽管新冠疫情已经结束 欧洲仍然鲜有中国游客 给欧洲的著名景点带来极大的影响 欧洲媒体抱怨到各地中国游客数量 与观光营业额明显少于疫情前 少了中国游客 欧洲旅游业迄近为止未看到复苏迹象 专家表示除了签证问题 航班数量减少等因素 都提高了中国人口出国旅游的门槛 但是真正影响中国人出境旅游的 可能是中国人花钱更加谨慎 整体社会出现更节俭的趋势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